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澳洲时间的11月20号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 孙力军,孟建柱呢,已经在监狱里边招任 令计划的儿子令谷是江家和孟建柱,孙力军等人安排车祸杀掉的 还包括用毒,下药 另外呢,将来肯定会放周永康,薄熙来等中共高官的小视频 在美国时间的11月19日呢 郭先生有一个将近两个小时的直播 在直播当中呢,郭先生主要讲了 第一,无论是明尼苏达,亚利桑那,还是宾州 包括洛杉矶和纽约都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我猜呢,可能是洛杉矶和纽约呢,有可能会翻红 网上呢,一直有推友呢,在发一张来自德国法兰克福捷获服务器的那个图片 是11月3日晚在叫停之前的那个拜登和川普赢得的那个选举的那个图 而加州和纽约呢,在那个图上是红的 因为呢,没有官方确认,所以呢,我也一直没有说这个事情 但今天呢,郭先生提到了洛杉矶和纽约 所以呢,我猜有可能他说的重大事件呢,就是纽约和洛杉矶呢,有可能会翻红 第二点,从三年前,郭先生呢,就告诉美国人 黑暗已经来临,刚开始呢,美国人是不相信的 现在呢,这三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 让他们相信了爆料革命情报的准确性 运作前返郭先生的艾利波里·戴威斯呢,已经认罪了 最后呢,吴征一定会认罪 第三点,孙立军和孟建柱呢,在监狱里边已经招任 是江家和孙立军、孟建柱等人,还包括其他的人呢 他们安排的车祸,包括呢,用毒和下药 杀死了令计划的儿子令谷 第四点,在司法部的文件出来之后呢 中共呢,又买通了各大主流媒体造谣说呢 郭文贵呢,是双面间谍 第五,只要一个州上参议院和众议院说 我不确认这场选举,那这场选举呢,就结束了 现在呢,这五个问题州,任何一个州重新计票 任何一个州有非法选举,造假或者是死人票 这场选举呢,也结束了 川普呢,准备了很多方面,不是一方面 美国呢,被他最大的敌人中共操控大选 软件作弊,哪一样查实了 这场大选呢,都结束了 川普呢,肯定赢 第六点,这场大选呢,就是川普与习近平的对决 不存在拜登,不存在民主党 以前呢,共产党不恭贺 拜登当选是相信呢,他们收买的美国媒体 在美国的沉默力量 以及美国的沼泽地呢,还有可能帮助拜登赢 还很自信 但现在呢,不同了 中南坑呢,会很快正式给拜登打电话 恭贺他当选 因为呢,他知道拜登真的赢不了了 他也知道美国真的掌握了中共造假和操控大选的证据了 那个操控大选的软件 德米尼的发源地 就是来自于郭先生作为第二大股东的北大方正 方正科技是德米尼软件的鼻祖 方正科技拥有中国文字原代码 汉字排版,它是国防315计划的核心组成 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情报力量 国防的核心中间力量 中国发稿弹,中办发文件都在北大方正的这个科技里 所以呢,习近平在昨天的会议上再次重申 这是中美的终极之战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拜登赢,让川普消失 反正呢,拜登已经输了 所以呢,一定会给拜登打电话 要用尽拜登,让拜登往上冲 伊朗,巴基斯坦,北韩呢,都会跟上恭贺拜登 七点,王岐山的岳父,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呢 在临死前交代 外面呢,他还有一栋房子 房子里呢,有一千多幅字画 字画呢,还让别人给偷走了 很搞笑哈 第八点,共产党最想下手的 就是川普的马拉格庄园 因为呢,在马拉格呢,共产党收买潜伏了很多人 川普的特勤局呢,已经有100多人感染病毒 所以呢,郭先生最担心的还是川普的安全 第九,没有爆料革命 美国人醒不了那么多 美国的军方和正义力量 认不清共产党的本质和真相 美国这场总统大选 没有爆料革命的情报 川普不可能翻盘 没有GTV,Gnews 所有的真实的消息呢,早就被封嘴了 路德的博士团 Sara的战友之家和木兰的秘密翻译组 组成的三把利剑 成就了今天爆料革命的根本基石 才有了后来的全球农场 多少国内的战友付出了生命和安全的代价 第十,各国现在都在问郭先生 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谁会负责中国 郭先生说 新中国联邦永远不会参与中国的政治 但会监督一人一票 独立法治自由的政权的诞生 希望呢,在可控的时间和方式之内 减少人道灾难的情况下 产生新的中国政府 在黑龙江,辽宁,河南呢 很多政府扶持的企业呢 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无法偿还 在辽宁,黑龙江,沈阳,大连很多大企业呢 发不出工资 在广东呢 承揽,耐克,阿迪达斯 百分之八十的鞋的工厂 很多倒闭,几十万人潜散 华为的大量分厂倒闭 国内呢,还要争房产税和宅基地税 国内的经济一塌糊涂 之一,99.99%的亨特拜登的视频都没有放 因为呢,很多涉及到虐童,变态 明星,政界人士的家人 最重要的是法律文件 因为它印证了渤海金控 海航,以及国内打着私企名头的国有情报机构 以及私生子女 这些是中共要征服世界的地图 十二,未来GTV金佑子会放出上海帮 外交帮,军人帮 他们玩的男女关系 你会发现亨特拜登还活在石器时代 王岐山,周永康,薄熙来,王峰辉 徐才厚,郭伯雄 在战斗状态,打引号的战斗状态 大家懂的,绝对比亨特拜登硬 时间比亨特长,玩的花招比亨特多 共产党呢,吸的毒也比亨特高级 比亨特还要变态 因为这些人是吃虫草 吃海参,而且经常锻炼 所以精力旺盛 周永康被抓前跟主持人约会 每次都一个小时以上 薄熙来呢,更厉害 这些视频呢,将来一定会放欧洲,东南亚的那些领导 跟共产党比,差远了 国民党,民进党,那些人呢,更不行 香港的女官员就厉害了 玩鸭子,每次呢,都找三四个玩 非常疯狂和变态 这是郭先生直播的主要内容 现在呢,我们再看一看其他方面的 有关美国大选的消息 参议院的调查报告出来,确认拜登家族与中国和俄罗斯有联系 还有呢,在明尼苏达州两名资深的民主党州参议员在昨天宣布退党 再有在亚利桑那的民主党指挥作弊的邮件被曝光 该州呢,麦勒扣克的选区,选举副主任在电邮中说 大选当天一定不能用圆珠笔,一定要用沙盆笔 因为呢,沙盆笔填写的选票计算机呢,不能扫描 选票呢,会成为废票 而这个区呢,川普的支持者非常非常的多 再有,在11月18日 川普的律师Sydney Powell在Newsmax说 川普总统真实的得票数应该超过8000万 还有,推特和Facebook参加了参议院的听证会 两党同意修改230条款 这些社交媒体利用230条款作为打击川普的武器 封杀有关,拜登以及希拉里索罗斯的真相引起了众怒 参众两院,顺应民意修改230条款 真是大快人心 再有,在11月19日 美国国防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代理防长米勒宣布 美军所有的特种作战部队以及情报部门向他直接汇报 不是向当前的官僚体系汇报 这个举措是国会授权的 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将特种作战部队与其他军种并列 感觉川普要动用反叛乱法了 应该是感觉依靠司法部门有点不靠谱 再有,川普律师团在今天也就是11月19日 开了最新的新闻发布会 Sydney Powell说 来自中国、古巴、委内瑞拉的共产党的资金 干涉操纵了美国大选 一个Dominion系统的高管 亲自去了底特律的现场指挥 底特律的运营中心 安装Dominion系统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落入了监控 并被掌握了实锤证据 还有,索罗斯出钱故黑命贵上街闹事 事后拒绝支付被捕者的保释金 被这些黑命贵们告上法庭索赔 他们开始窝里斗了 最后一个,美国最大的民兵组织正式声明 不承认拜登,将抵抗拜登进入白宫 美国的支柱,美国的保守派民众 站在了川普的这一方 这些Deep State通过推销身份政治意识形态 把文化、娱乐、医疗、学校、法院等各种社会机构 全面政治化 用黑人是永远的受害者的逻辑 来忽悠黑人 翻身起来做主人 闹黑命贵 实质上是要特权 要黑人的命比其他族裔的命贵 又通过教育机构洗脑年轻人 说美国的制度不好 在美国的历史上 白人抢了印第安人的土地 杀了印第安人 欺压黑牛 对年轻人进行仇恨教育 分裂美国 Deep State的理念就是 团结一致的民众不好操控 只有分裂的族群才好控制 只有民众互相斗起来 他们在顶层才可以大肆捞钱 欺压民众 所有被洗脑的左派 都是宽以待己 言以待人 他们作恶多端不自知 还对别人满怀怨恨 甚至仇恨 看看这些左派民主党控制的城市 基本上都是濒临破产 长期封锁 难民庇护文化泛滥 最高的税率 最高的犯罪率 最严格的控枪法律 暴力却是最多 政府却是最腐败 就拿我们熟知的底特律来说 年年投票数都多于总选民数 就是底特律的民主党 年年作弊 为了控制大政府 多少人被迫逃离底特律 而那些官员却大捞特捞 和国内的东北一样 民众穷得要死 官员富得流油 而加州更是如此 GDP超过很多国家 但却欠下大量的债务 流浪的无家可归者 吸毒者到处都是 最近又通过了与未成年人性交 可不登记为性犯罪者 荒唐吧 因为好莱坞那些变态的明星 导演制片人 大哥住在加州 他们是极左势力的最大群体 这条法律 就是为他们乱玩少女少年而脱罪的 好在川普上台之后 把原来的主要是白人和富人的共和党 转变为以中下层劳动者 各种族裔都有的党派 川普真正的团结了 美国最广大的各族裔的群体 看看现在支持川普的华人 黑人和蜥蜴 这次2020年的大选 有26%的支持川普的选票 来自少数族裔 他得到了共和党候选人60年以来 最多的非白人选票 所以川普这4年来 成功的把上亿选民 拉进来参与到对抗 Deep State的战斗之中 把自己的胜败和美国的国家命运 连在了机器 所以川普排敢沼泽之日 就是美国重新伟大之时 而西方的国家也会跟在美国的后面 走向传统的复兴之路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